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主席 今天要再来给大家课一词 这我们 台湾小孩常常用 用那个代号 用英文字QQ 这实在很无文化 这词其实台语 这个台湾人比这个 外星更进步 古早 古早的人会要 会要讲 结果现在的人说 会要讲所以无事 好来对字 看我这个 英文这个叫做 笑 对这个汉医修了解 你就知道就是煎骨 骨子 你堆米 把那个煮米盘 堆一堆米麻糬 客人好想做 堆了 要比作一团米Q料 哦 还要够这个 看是要黑芝麻 还是要土豆腐 都很好吃 这就是Q 你看看 它把这个 煎骨爱骨 虾断顶管 会有米 那就是说 你如果米 拿去堆堆堆堆堆 到米 就变去Q 这个Q 就照着 所以我们这个 其实 北京他的这个 法音 他的音调 十四五个而已 这个四声 这个 通通通通通 还有一个 轻声 五音 台语有十五音 十五音 还有十五音 十五个 十五个音节 所以喔 这个Q 我不知道要把 点断 顶管比青森 也不对 Q Q 也不对 Q Q 你看 听这个声 你就知道 台语 很特别 那这如果 你用北京它解释 很简单 就是什么 軟 而不亦断 你看看 麻糬 麻糬的感觉 就是Q的感觉 其实我们吃的东西 一般来说 Q都在形容吃的东西 你如果物体 用Q形容 有什么可以用Q Q 有什么可以用 比如手脸 手脸也可以有 但是 一般Q都是用的 吃的东西 你如果说 那些东西 软软的 又拉不断 你也可以形容 做Q 这台语 这个意思 你要看 注意 加一个男 男生就变变变变变 加一个米 叫做Q 所以 这台语 本身就做意思 前面 现在 大家都在北京语的语 突然之后 不知道 他有这个Q Q怎么写呢 只好写成英文 竟然把台语 变变英文 才可以让大家聚会 哎呦 麻糬 麻糬QQ 很好吃 银子QQ 好吃 米糕QQ 这其实 你本来 台湾南本来 有的文化 因为不去厚 政府 用国法 不把我们教台语的文化 所以大家慢慢的不及 这是很厉害 你看 大家常常用到的字 近年就消失去了 在我们的课本里面 我们的名字 你能够成绩 有你用哦 常常用哦 常常用哦 常常用Q的字 很厉害 很厉害 我们要说 台语都有字哦 大家这个作品 认真看 你会发现很新奇的 台语 大家欢迎都有字 这是台语 很厉害的地方 谢谢 所以后面的QQ 就这样 对 就像这个 像这个 还有一个 米 米 这样就是Q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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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 打赏 决定 请不吝点赞 也可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